本集由全台貓腳鷹店家 香港press car 馬來西亞蓋牙卡店 以及廣州玉丸堂贊助播出 快點要玩囉 哈囉大家好 我是芒國 今天來介紹一副 噴火龍加九尾的特性牌 那這副牌的話在世界賽 可說是大放異彩 跌破非常非常多人的眼鏡 好馬上來解說吧 首先看到我們這個小龍龜 那它是龍屬性的 是小怪 那它的招式三顆火 然後可以丟掉場上 任意的火能量數量乘以50 所以這個基本上是拿來打一個大爆發 或者是打一些水馬 那些擋GXX的牌 那這一張的話 基本上如果是 還有情況就是說 可能你的噴火龍殘血了 盡量不想用它來打 或者是想要做撤退用的話 直接switch 換我們的龍龜上來來揍人 那把我們的噴火龍能量噴掉的話 讓對方覺得說 哎呀 那我現在殺你的噴火龍好像也不對 那種感覺 就是一個戰術的使用 是一個不錯的使用 再來看一下我們這個 席多蘭恩 席多蘭恩的話特性是當你有做換位 換位換到前排這個動作 不管你是撤退或者是switch都可以 那你換到前排呢可以使用它的特性 然後可以把自己場上的火能量全部吸到自己身上 你想吸幾顆就吸幾顆沒有問題 好來第一招130d 那這個130d 有時候你不想用噴火龍去打230 覺得太浪費的情況下呢 你就可以用席多蘭恩直接打230 例如打誰 打奇拉蒂娜 奇拉蒂娜血量是130剛剛好嘛對不對 那我們直接130把它噴掉 不要用噴火龍去打230 因為太浪費了 好來繼續插看一下 打自己身上的火能量數量乘以50 那我身上如果吸能量吸到最後 就像我剛剛講的戰術就是說 如果噴火龍真的已經殘血了 那我們直接下這個喜多蘭恩出來的話 那直接做交換換位這個動作的話呢 我可以把場上能量全部吸到他身上 那也可以做個大爆發 所以我覺得這非常非常靈活 再來我們的主角噴火龍Tek-Tina 第一招打30點看自己身上傷害只15乘以10 那我如果被對方打了100滴 我可以反擊打130滴 那這一招的話就是看情況做使用 如果對方下回一定秒不掉你的話 基本上你可以用噴火龍230 或者是聚殺直接打掉對方 好第二招打230 下回不能使用這個招式 來聚殺也是重點看一下 現在Tek-Tina非常非常多的環境下 那我們Tek-Tina 我應該說錯 我們的聚殺打200滴 那必須要有再多3顆火能量 才可以再多100滴 就是打到300滴 直接秒殺任何的Tek-Tina 有沒有發現 好所以說在遇到這種情況下 很多人都會通常都會選說 讓我們的噴火龍留在後排等 待命 就是說對方的Tek-Tina 如果也剛好在養的階段 我們怎樣 把噴火龍養到6顆能量 直接抓出來打死 那說到抓出來 有人就說 抓怎麼抓 沒有古芝麻了 用我們的九尾 所以現在九尾大漲 因為太好用了 好九尾丟掉手上兩顆基本火能量 直接把對方一隻火牌抓出來 哇這個完全沒辦法防啊對不對 而且這牌非常有特色 就是說我的火能量放了18張 18張有人說哇靠18張太屌了吧 我告訴你 沒有不是說很屌 因為它這部牌就是要靠這個火能量來運作的 所以說越多的話 它可以讓我們的小V 來另外一個主角又出來了 小V怎樣 打自己目的的火能量數量乘以20 各位來看一下 首先Tek-Tina血量多少 270-280左右吧對不對 左右 好280要幾顆火能量才能打死 14顆 那14顆的話 基本上你看 我14顆到目的了 我還有4顆可以留著我們自己用 那14顆的話 那我們只要有2顆在小V身上的話 我們就可以打280滴 注意280滴 這不是開玩笑的 一隻小V直接幹掉Tek-Tin 那對方聽傻眼對不對 好 那東東鼠放3張 東東鼠用意 除了綠牌 再來一個各位跟各位講 丟火能量 有時候手上有火能量不要先貼 注意不要先貼 你就用力的綠 把火能量盡量全部綠掉 綠到剩下 應該說綠到目的已經有10 10到11張的時候 10到12張的時候 左右的時候 請你開始控制你的火能量 盡量控制了 為什麼 因為你隨時都必須要丟個2張 然後再充能2張 直接來做小V的一個大進攻 這樣懂意思嗎 甚至有時候你可以用一個戰術就說 你看我把火能量全部丟掉了 或者說我這些騎上去了 打完了 或者怎樣 我的朋友死掉了 我的火能量剛剛好目的 到了14顆了 直接派小V上去探接攻 直接把對方的Tech Team秒掉 這些都是一個非常非常多元的戰術 這就要靠自己的經驗判斷了 好不好 因為那 吉他吉方4張 他的特性是翻牌組上面5張牌 那有任何一張Trainet卡 就拿到手上剩下4張洗回去 那 使用完這個特性會呈現睡眠的狀態 那睡眠沒有關係 反正我們有這個滑板車 直接做撤退 來 那因為放4張就是拚起手 盡量一定要放吉拉奇 一定要起手吉拉奇 這是最好的情況下 因為他的人物卡只有放4張 只有4張 好 假如這3張幫忙綠牌 幫忙丟火能量 幫忙丟不需要的東西 因為吉拉奇說真的 你只要起手有吉拉奇 那你就有一點點穩定的感覺了 那穩定的感覺就是說 你要盡量拿到焊接攻 再來第二隻吉拉奇 需不需要下 就取決於你說 你的吉拉奇會不會死掉 如果你下回吉拉奇 一定會死掉 那你就下吧 那你吉拉奇一定不會死掉 那你就可以基本上 應該是不用下了 這樣懂不懂我意思 因為你後排會非常非常的滿 為什麼會滿呢 因為你東東鼠基本上 你一場可能會開到 2到3次 甚至3到4次 為什麼 因為你的火能量 他必須要大量丟到墓地 懂嗎 我告訴你 這太知經驗了 我講那麼多 你們有吸收就吸收 沒吸收我也沒辦法啦 來GX球拿什麼東西 告訴你 第一個拿什麼 一定就是東東鼠 比較多機率就是拿東東鼠 為什麼 我就講過了 這部牌非常非常的需要綠牌 用力的綠 每一回合基本上都會開到東東鼠 開到東東鼠的時候呢 你就是拼什麼 拼焊接攻來做焊接 懂嗎 這就是這部牌的一個combo 一個combo就是 你焊接出來的時候 你要去決定說 你要用誰打 你要用誰打 你懂嗎 你的主力總共有這5隻 就是用誰打 自己去決定 好 再來 好累喔 來G4本放一張 拿焊接攻回去 因為有時候如果你真的需要東東鼠的話 你抽到了我們這個G4本的話 你把兩張焊接攻洗回去 然後呢 在東東鼠的話 你抽到機率是不是又變高了 因為你基本上每一回合都一定 盡量要開到焊接攻 才是最穩的打法 好 那因為這個加速綠牌情況下 所以我覺得每回合開焊接攻 也有可能發生這種事情好不好 你是稍微偏歐一點的人 基本上都可以辦到 好來 那寶可夢交換通信不用講 一定做什麼 做我們的六尾跟九尾出來 所以說你第一回合有沒有鋪到六尾 會代表說你後面有沒有辦法 抓對方的主力出來 先摸一下 或是直接打死 或者是幫忙丟你的火能量的這個控制 都是有辦法的 這個九尾太厲害了好不好 來 吸塵器放三張 基本上吸什麼 吸一些殘血的噴火龍 殘血噴火龍吸回來 賺對方你傻眼 然後吸回來之後 直接焊接攻 焊接個別隻噴火龍 或者是小V 或者是什麼其他都可以看情況 再來吸塵器 第二個吸什麼 吸我們的東東鼠 東東鼠你不一定每回合都開得到對不對 那你如果真的吸回來再開一次 不是很爽嗎 但是注意 東東鼠的特性 一回合只能開一次 特別注意一下 好不好 一回合只能開一次喔 那再來 Switch放兩張 就是說 怕如果真的是我們的吉他騎掛了 或是下不來 或者是怎麼樣 我們的滑板車可能抽不到 或者是各位 你可能成容不想讓他被打死 或者是怎麼樣 被麻痺了 被睡著了 下不來 這時候Switch非常非常有用 就是看情況做使用 再來 這個熔爐 看一下放三張 為什麼你看你只需要丟一張 一張卡片 手上的卡片 可以從牌組拿兩張火能量 那兩張火能量幹嘛呢 就等於古芝麻了嘛 直接開我們的九尾特性 直接燒掉對方 有沒有很爽 直接把他拖出來打掉 非常非常的讚 那這個也可以幫助我們丟一些不需要的東西 以及拿出我們需要的火能量 火能量拿兩張要幹嘛呢 也可以使用焊接弓嘛對不對 哇你看 你看各種combo各種配合非常非常強大 這個基本上我覺得 應該也是很多的五顆星啦 好來 菱形火場地這個火系必放這個不用講 丟一張火牌 丟一張火能量然後抽三張牌 來 那其他東西就沒什麼問題 來火能量18張 18張現在芒果是建議啦 可以放17張沒有問題 除非你就是獎勵卡 不要卡太多火能量的話 你放一張火結晶也是OK的 也是OK的 那這部牌基本上芒果是照抄的TORD那一副牌去組的 好 那如果你要不要怎麼回調 自己回調一下 我馬上來測試看看這副超級超級強 超級強的一線牌 我告訴你 真的沒有沒有騙你 就是超級強 強到炸掉那種一線牌 那我等一下會盡量 如果有表現到就表現吧 好不好 沒表現到我也沒辦法 來吧 來個強一點對手 多強都沒關係 電電 這個皮卡捷克吧 好皮卡捷克的話可以打 來 殺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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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騎手還不賴喔 哇 不過這個祭司本居然 居然 哇 在手上尷尬了 來吧 孩子 嘿嘿 大哥 醒醒喔 哈囉 好 look look一下 嗯 我想一下喔 冬冬屬是必拿對不對 噴火龍也必拿 好吧 噴火龍必拿 冬冬屬噴火龍 在六尾九尾都在 好 龍龜 比克提尼都在 燦劫工只有三 哇尷尬了 龍路少一張 那火能量的話 十五十六少兩張 好那吸塵器在 然後腳踏車三 OK好 那雞拉起也是少兩張 那就少一張 好 隨便拿 目前 隨便拿 隨便拿 為什麼嗎 因為我們要必須拿回去 隨便拿 哇 三張巨大九尾都開掉了 那等下怎麼辦 糟糕了 好 先換回去 OK 來直接抓六尾 那就丟吧 火量不用貼 因為我目的本來就要集火能量 本來就要集火 好不好 我想一下哦 嗯 現在可以貼了 炭階工 有 那這下回合應該不會殺掉我吧 應該不會吧 應該不會吧 好 再下一隻好了 啊 我忘記 忘記開恩戒工了 Oh shit man Oh shit man 啊 算了 沒關係啦 我也不一定要噴火龍殺他 因為也許 等一下 我想想看哦 嗯 我想想看怎麼打 他可能會撤退啦 我猜的 可能會換別隻上來 噴火龍 我們先留著 我忘記開恩戒工了 拍謝 一個講太爽 不過還好啦 我覺得沒有影響啦 沒有影響很大 好 電貓 啊你的洞洞鼠是不是 電能量 加巨砂球 還是再一張雷達 好能量轉移哦 嗯 嗯 好 能量轉移要幹嘛 哦電能加那個是不是 嘿 這個操作我怎麼有點看不懂啊 怎麼這麼多那個啊 火能量 好想一下哦 熔爐 怎麼想一下熔爐 我覺得還是要拿雞拉奇啦 熔爐我想一下怎麼打比較好 這種情況哦 不要上去 我跟你講就是讓他殺沒差 Switch好 拿Switch 這次讓他殺沒有差哦 這次讓他殺沒有差 好來 換你 混量不用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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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急完全不用急 這隻送你沒關係 因為我等一下一樣六能哦六能可以揍他 因為我現在打他說你看 我現在不管打230或200都沒有什麼差完全沒有差 好東東鼠沒錯 好丟 丟起來丟起來 有電能量應該會有電能量啦 那能量他應該會貼到後排的這個這個叫什麼 那個叫什麼 他叫什麼名字 雷丘啦 雷丘身上 應該不會拿 拿印章吧 會這麼兇嗎 拿印章我就麻煩了哦 好沒有印章水哦 那所以等一下是你要怎麼做 那我等一下開始要準備一下 準備一下比克提尼囉 12 所以我剩下一張 我剩下一張漢階弓 要小心一點 好貼給雷丘 我先想看哦 九尾 還是我乾脆先揍他 先揍九尾好像不錯哦 我想一下怎麼做哦 12345 我需要5顆才有辦法開GX幹掉他對不對 5顆 那我這隻要13顆火能量才有辦法殺掉他 我先想一下 哎呦真的有九尾耶 好 這種時候哦 各位 先壓掉 然後 先丟 先丟 希望他可以跟我站到最後 好不好 希望他 火能量7顆 有幾顆 看一下哦 1 才1顆而已是不是 好丟 抓 好 直接開 火場可以 Switch留著 Switch留著 這個可以先上 可是我怕他 我怕人家開GX直接把我幹掉耶 會不會啊 好像有機會耶 好啦沒關係 還是得殺啦 我覺得還是得殺啦 來直接GX300殺掉 有沒有夠快 各位 不錯吧 哇 我要火能量啦 我要火能量 快點給我火能量 有 再上火能量 哎呀 煩結弓水 煩結弓也可以 煩結弓水哦 不過我現在沒有熔爐了耶 熔爐 剛剛應該抽熔爐跟煩結弓是最好的對不對 好 只要把這隻幹掉基本上就贏了好不好 那我現在沒有GX了 我現在怎麼做呢 可能是 煩結 那個什麼東西 小V 小V 或者是那個叫什麼東西 龍龜 龍龜也可以好不好 我們殺 用龍龜也可以 不過要火能量不夠哦 要12顆是不是 我只是被殺掉的6 7 8 9 10 好像不夠 火能量不夠丟哦 除非我等一下再一個東東鼠 我跟你講 這戶牌有個要點就是說 你後排盡量留個位置 一定要留個位置 就是你不管再怎麼樣 手排再怎麼重要 如果你卡的話 一樣會爆炸 所以怎麼樣東東鼠還是給他丟下去吧 好不好 那現在這場我覺得最虧就是第一回合 我丟掉了這個 筆記本 我覺得是最虧的事情 好 那現在想殺我 只能三根電針加GX 只能這樣子 他只能這樣子 那他如果這樣做的話 基本上我覺得我應該就直接 小V 好不好 我們拼小V直接開揍 好不好 拼小V開揍 欸 What happened What happened What 怎麼啦 嗯 看不懂 想一下哦 有小V 我想一下怎麼做比較好 我覺得我現在需要做的事情是那個 那個 那叫什麼東西 寶可夢交換我就贏了 寶可夢交換 好不好 我們拿龍龜出來就贏了 沒有寶可夢交換 好拿這個 拼一下寶可夢交換 有龍龜好GG 欸 他怎麼在發呆呢 看不 各位有沒有有沒有快 很強對不對 各種猛啊 不唬爛的啊 好全丟 欸他怎麼在發呆啊 好9顆9539545 嗯 好GG 打兩下就贏了 什麼鬼啊 好 好 再一場 有沒有很屌 有沒有很屌 真的很屌啊 不鼓爛啊 真的很強啊 這部牌 好不好 打了750 打450 好 那那那那他應該也是 他不給人家看 好吧 那就這樣子吧 來 再一場 看吧 baby 來 隨便 對手隨便是誰都可以 等一下呗 還沒用到小V給你們看 還有其多藍恩對不對 小V比較酷啦 我覺得小V比較酷 好 小藍噴是不是 那就直接 開咒吧 好不好 那打小藍噴一樣 我們一樣看誰先遛呢 先殺掉 先殺掉 殺掉之後呢 怎麼樣 怎麼樣我們在第二支 可能會用小V 或者是用我們的那個 呃 抱怨龜兽 來殺 那其多藍恩基本上都是 拿來打小怪 可能比較多一點點啦 好不好 多一點點 好那這個騎手也不錯 不錯 那其多藍恩這場 應該是用不太到啦 他先手哦 小藍噴 為什麼先手 小藍噴為什麼先手 哦 哦 那就要用他了 用他 可是終於是他血量 140 我想一下 有點麻煩耶 好那這場 我跟你講 這場打方式 比較不太一樣 好 再拿一支小隻的 好 沒錯 我以為是小藍噴耶 好 水晶燈火靈的話 我要看一下 他血量140對不對 140的話 我們要怎麼殺 我想一下 嗯 怎麼殺比較好 好那我們現在完全沒有那個 我想一下 怎麼做比較好 先來東東鼠 先來東東鼠 東東鼠是必備的 好不好 東東鼠必備 這場不一定要噴火龍打 用噴火龍其實也是可以啦 我想一下哦 那火能量不用貼 火能量完全不需要貼 完全不需要貼 吸塵器哦 吸塵器可以下 我覺得可以下 好吧 丟吧 OK 那現在這個情況呢 我想一下怎麼做比較好哦 嗯 先開腳踏車 噢 漢傑哥 哇熔爐 哇哇哇哇哇哇 我想一下 哇 他等下就只140對不對 我想一下怎麼做比較好哦 我現在火能量少一顆 我現在火能量少一顆 火能量少一顆 所以我現在沒辦法打 對不對 除非我要開GX 欸我覺得好像可以開GX 我覺得可以哦 可是他下火一樣出來是140嘛 對不對 可是我等一下下不來怎麼辦 是不是這樣講 嗯 嗯 要先焊嗎 要先焊嗎 各位 還是我只用 我不想用噴火龍啦 GX噴火龍也用不到 所以我覺得用錫多蘭恩是可以的 好啦 錫多蘭恩啦 有拼到火能就拼啦 沒有就算了好不好 因為還是得殺啦 我覺得還是得殺啦 好 有拼到是不是 那就那就殺吧 其實不一定要 好啦先殺好了 他應該殺不掉我吧 對不對 應該殺不掉吧 沒那麼好運吧 他要翻幾張 三張是不是 哇我沒有火能量 求了 好小蘭 直接進化上去 然後直接暗之石 OK好沒問題 哎呦龍街空調幫我 水啦 太棒了 太棒了 nice nice 所以你手上暗之石 好進化 暗之石 再進化 140滴 140滴我殺不掉 我等一下只能開GX 我等一下只能開GX 好熔爐 丟一張 然後天能量 然後直接他要拼運氣 拼運氣 好丟暗之石 火能量 拼運氣 希望他可以給我打到完啦 希望啦 拜託 好不好 拜託求求你 哇 兩顆耶 兩隻耶 有點猛耶 都是小隻的 你也太衰了吧 好吧 我想一下 怎麼做比較好 我想一下 熔爐可以先丟 這個一定要先下 這個一定要先下 然後這個的話 一定先殺的沒有問題 這一定先殺的沒有問題 然後接下來 冬冬鼠可以先拿回去 冬冬鼠可以拿回去 那冬冬鼠拿回去的情況下 我跟你講 可以先怎麼樣 我們先拿一隻小V出來 小V和我們的龍龜 好不好 小V和龍龜 我覺得龍龜可以先下 龍龜可以 好丟滑板 滑板應該目前完全用不到 好 7、6、7、9張 牌組還有9張火能量 為什麼先講龍龜 因為他一張獎勵卡 這樣各位懂嗎 好 那接下來應該基本上 應該沒什麼屁用了 我這隻 我這個要下嗎 這要下嗎 我這個我不想 我不想要綠牌耶 我覺得不想要綠牌 好先這樣就好 先這樣就好 來 直接 130打不掉對不對 開GX 來 好火能量 火能量 現在趕快做出來 越多越好了 1、2、2張而已 其實對方不是Tag Team 不是GX 所以我的火能量目的 不用集太多 不過等一下如果有OK的話 我會直接用小V來攻擊 哇 又投降 嗯 好吧 再一場好不好 爽到你們了 第四打三場 來 再一場最後一場囉 沒有就沒有囉 來吧 最後一場 火 不會又是水晶燈火鈴吧 小藍噴也比較爽 打什麼水晶燈火鈴 唉 來 來來來 立台立台 好先手 Nice 我比較喜歡先手 這棋手還不賴耶 好啦還行啦 先看對方什麼牌再決定怎麼做好不好 小藍噴 哇 真的小藍噴喔 所以說他有那個 我看到佛華達力實驗室了 所以說我的吉拉奇等一下有可能會下不來 所以我交換不能亂丟 交換不能亂丟 好不好 不然就是我要有場地把它蓋過去 那他基本上 他如果幫我下了菱形火場地的話 我們雙方都有優勢 好不好 那就看誰先下而已 小藍噴是不是 小藍噴 首先這個一定要下 這個一定要下 這個也要下 這個也要下 都沒有問題 這些都要下沒問題 那洗爐的話 我想要洗爐 來這個先拿東西 來各位 這先拿東西齁 隨便拿 隨便拿 因為我要拿六尾 來各位 隨便拿 我現在是想說用他來揍啦 可是我覺得現在還是 第一回合還是要先用怎麼樣 啊對不起 幫我做錯事情了 我要把洗回去才對 我說錯事情了 sorry 好告訴你能量直接丟 不要捨不得全丟 我告訴你盡量丟 丟到14張 丟到14張 有焊接攻對不對 再丟 我告訴你再丟 不要懷疑就是這樣子 再丟 用力的丟 那第二次噴火龍基本上 我們絕對用不到 絕對用不到 懂嗎 好等一下噴火龍洗回去 拿九尾出來 這手牌 好這手牌非常非常的nice 我覺得 好魂量用力丟 有沒有魂量 龍龜留著 龍龜一定要留著 好 唉唷 洗爐我看一下 火爐 好拿火爐好了 好 換你啦 我下回合就可以直接把他抓出來秒掉 就可以 應該是可以啦 沒意外的話 我只說沒意外的話 好噴火龍 沖三顆 看有沒有辦法把他抓出來秒掉 因為火能量可能會不太夠 可能啦 如果不太夠的情況下 我可能會用錫多蘭恩來揍吧 好不好 用錫多蘭恩先來揍他 好 好 再衝 他的那個 運氣也不錯耶 OMG 他等一下雙槍就把我幹掉了耶 是這樣的嗎 是這樣玩的嗎大哥 是這樣玩的嗎 請問 滑板車沒屁用了 是要留著對不對 SWITCH要留著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 你們覺得我應該用他嗎 1 2 3 4 5 6 所以我覺得 應該先用他打 對不對 130 130之後呢 他如果抓我噴火龍打的話 我直接再充能給他開GX 是不是這樣講 我覺得這樣好像不錯 對不對 好 看一下喔 好 噴火再見 好 排除還有6顆能量 注意喔 一定要注意能量 特別的注意一下能量 然後這洗回去 OK 九尾出來 我如果有能量的話 想看看有沒有什麼東西可以拿 能量 我想一下我有東西可以拿能量嗎 好像沒有對不對 除非是菱形火場地 可以拚看看 是不是這樣講 好像拿什麼都不對 我想一下喔 Switch腳踏車 好腳踏車好了 我現在可能需要再一張焊接攻 以確保下回合可以繼續進攻 好不好 喔 好 他下回是一定秒掉我啦 我賭他沒有雙槍而已啊 對不對 就這樣賭到沒雙槍而已啊 呃 呃 好像也是可以啦 1 來 特性給你們看 123 123吸上去 好不好 123吸上去 好然後怎麼樣 再焊接給後排沒關係 其實也是可以把他抓出來揍啦 好不好 對不對 好啦 那就沒事做啦 我看一下喔 把我的兩張焊接弓洗回去 好焊接弓等一下應該拿到了 我直接咚咚鼠一定拿到了 不可能拿不到啦 好不好 好 130吧 其實剛剛打法也是可以說 不要不要沖噴火龍 不要沖噴火龍 然後直接130給他 130給他 那下回怎樣 可能可以開GX殺掉他 也是有也是可以的啦 那現在就賭他小蘭 應該應該是一定有啦 小蘭的話直接雙槍殺我這隻嘛 那你殺我的話 我一樣會給他齁 就是開GX 給他開GX打600 不是說打300 現在就看他怎麼做啦 因為基本上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啦 我現在就等下拼一個那個 那個焊接弓 應該就沒問題了 對不對 好230 那基本上應該是OK啦 我可以秒掉他 我就賭他沒雙槍沒小蘭嘛 是不是被我賭到了 第二小蘭勒 好 我一定要幾張算一下 各位一定要算一下 123 456 6 789 不行完全不夠 所以我這小V還沒辦法登場 沒辦法登場 所以我現在只要再一個焊接弓 基本上他就去了 對不對 好 那現在怎麼辦 我想一下喔 東東鼠先拿嗎 先拿兩張火 我怕等一下沒有焊接弓耶 焊接弓我不是有四張嗎 對啊四張啊 這開不到太扯了啦 我覺得不可能啦 開不到 不可能開不到吧 開不到我就再用那個什麼東西 烏鴉嘴 烏鴉嘴 真的是烏鴉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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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起來 想一下喔 1 好啦有焊接弓了吧 我有四張耶 不要鬧啦 可是我沒有能量耶 沒有能量我就只好怎麼樣 動下去啦 能量幾張來各位算一下 能量幾張算一下 一定要算 能量幾張看算一下 7對不對 7 8 9 10 11 12 13 可以 這給他 好沒問題 那剩下這個情況我想一下 先把東西洗回去 我龍龜可能需要用的到 所以我洗回去 好不好龍龜用的到 可能要洗回去 然後把他拿出來 把六尾拿出來 幹嘛投降 我跟你講 我剛把六尾拿出來直接咚咚鼠 直接咚咚鼠為下一回合做準備 我噴火龍怎麼樣 打300滴 對不對 打300滴幹掉他 然後下回合我的目的 就像我噴火龍真的不小心被幹掉了 那我的目的總共有13顆火釀 那13顆火釀 我焊接弓有3張 那我排除火釀還有幾張 兩張對不對 那兩張有熔爐的話 我基本上 我是一定做得出來小V 可以打280滴 所以下回 基本上可是他下回 不可能 不可能殺掉我的噴火龍 各位這樣懂我意思嗎 不可能 所以說 你看我這個 300滴打完之後 230要萌萌的打 在他小V 隨時做準備 直接280滴秒掉對方 所以 怎麼輸 你教我怎麼輸 不可能輸的東西 對不對 好啦各位看得懂我剛剛操作 看得懂吧 我打3場了3場對方都不讓我玩 我也沒辦法 3場基本上應該都是 目前 都算有頭有臉的牌組 除了那個水晶燈火靈 我不懂 水晶燈火靈不是不強 太吃運氣了 所以說你看 這個配牌就是太一線中的一線了 所以說你們要玩的話 就煮吧 因為真的很強 但是 觀念很吃重 很吃重 多玩多練習 好不好 那我們今天這個雞拉奇加噴火龍 特性軸噴火龍 就介紹到這裡 我是長年住在非洲的芒果 各位再見 喜歡芒果的影片請按讚 想知道更多PPCG 歡迎訂閱頻道 小鈴鐺開起來追蹤直播 芒果最新動態 都在我的粉絲頁及IG 我們下次見